在毛女士家的书房里 记者见到了两架钢琴 这架二手亚马哈钢琴 是毛女士向琴行租的 另一架钢琴是亲戚送给毛女士的 之前毛女士把它租给了别人 今年六月份运回家里 因为这架琴是我姑姑送给我的 前两年就放在这里了 然后因为我们的小孩 一直对钢琴没有兴趣 然后我就说不要浪费在这里 然后就租给别人了 她走了之后 过了大概有个半年 我儿子要考音乐生 然后这架琴因为租琴还没有到 所以说我就临时租了这台琴 毛女士说去年12月中旬 经过杭州租琴网的工作人员介绍 她找到了前堂区的伊诺乐器商行 跟琴行签订了为期一年的 钢琴租赁合同 这架亚马哈钢琴的租金 是每月400块钱 押金18000 搬运费300 合同总金额是230001 毛女士先付了1000的定金 钢琴运到家里后 她又向伊诺乐器商行 转账22000 二月份我在打扫卫生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 指甲盖大小的印记 对有一个印记 然后我就通过他们那个客服 我就反映这个情况了 她说不要紧 没问题 记者注意到 琴间盖上这个印记 有指甲盖那么大 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 杭州租琴网的工作人员 当时回复毛女士 好的 没事的 毛女士说 8月份她又发现 琴间盖两侧的扶手上 有多处痕迹 有的是直线 有的是弧线 这些痕迹在漆面上 形成了一道道小凹槽 她怀疑这是漆面开裂 因为钢琴运到家的时候 琴间盖两侧的扶手上 没有看到这样的痕迹 而且孩子不练琴的时候 这家亚马哈钢琴 一直用琴罩盖住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房间里的冷热温差 造成漆面产生痕迹呢 毛女士觉得 亲戚送的这家钢琴 可以说明问题 这家琴五六月份的时候 就拉回来了 那么这个琴 在这个空间当中 有没有发生漆面开裂的情况 没有啊 一点都没有 然后我又反映到 他们那客服这里 然后他们的客服 一开始回了我两句 说是二手琴 难免有磕碰的 后来我再发视频给他 他就没有任何的回复了 毛女士说 这家亚马哈钢琴的租期 到十二月十八号为止 自己想尽快拿回一万八的押金 所以最近毛女士 一直在联系杭州租情网方面 前几天 一位向老师给毛女士发来微信 其中提到 拉到上海去修 最低都要花四千多 所以您那边 我们最低都要收您一千五 我一开始是一点都不接受 但是因为后面时间到了嘛 然后我也想赶快的 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我说我最多付五百块钱 然后他就不肯 他就说随你便了 您这边是网站这边的是吧 对我们都是说后 这个我们拿去维修 在杭州是维修不了的 是要拖到上海去维修 分地已经结束了 我们现在是有专人在跟他对接 在杭州前党区的海涛路上 记者找到了伊诺乐器商行的办公场地 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秦行和杭州租情网 是一个团队在运营 主要做钢琴出租的生意 像毛女士这种情况 应该不是钢琴的质量问题 像老师是往这边 因为这台秦 我要拉到上海 就有这个物流被在这边 您刚看了画面 我刚看了画面 这个画面的话 其实一看的话 就不像是这种自然规律 自然规律哪有这样的 它这一条一条 都是有幅度的 从你们经验来讲 一般什么原因可能导致这个 应该是从力气之类 比较尖锐一点的东西滑起来 后来杭州租情网的向老师反馈 他们会尽快派人到毛女士家 看一看钢琴的损伤情况 双方再聊一聊具体的解决方案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